魅兰S6全面屏新机曝光 要用侧面指纹持续日发 昨天魅族大方宣布其他收款全屏手机 但率先来自于魅兰家族 不过李兰之前就曾表示 魅兰不愿将新机称作为全面屏 所以18比9新品称号更合适 现在最新消息显示 魅兰即将发布的这款全面屏新机 会冠以S6的名称 其实微博上已经出现了 魅兰S6新品发布会的相关讨论话题 而发布时间也被锁定在了1月17日 之前工信部给出的信息来看 魅兰这款全面屏新机配备5.7英寸屏幕 电厨量为2930毫安 机身尺寸是152x72.54x8毫米 按照屏幕大小和长翻对比推算 应该是18比9屏幕 有利无疑 此外 从魅兰S6的叠照来看 该机会抛弃自家招牌的M-Bag 侧边提供指纹 上下额头并不是很窄 整体视觉效果并不是很强 恐怕这也是他们不叫全面屏的一个主意 至于配置嘛 据说魅兰S6 售价在1299元 竞争对手也锁定在了红牛Plus 其可能搭载三星缺网控猎弧座7872处理器 14纳米共一制程6核设计 同时有三只ROM加42GbROM 四只ROM加64GbROM 两个数字版本可供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